校區附近的出租房屋 總是學生或上班族的首選 但在網路上的租屋平台上 賀見某間鄰近 府人大學校區的出租套房資訊 清楚地寫著 此套房拒絕原住民朋友 讓輔搭的原住民學生 感到錯愕不解 認為有歧視的意味 特別寫出來的話 我覺得是 蠻是歧視的一種現象 那我會想要再進一步地 去跟那個位房東了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而出租這間套房的二房東表示 先前不曾過濾過客人 但現在有如此明確的族群限定 是由於先前的房客 有嚴重積欠房租的不良記錄 而大多數都是原住民 並非有歧視的意味 表示若有原住民族身份的租屋者 仍想要租屋 也願意做溝通與了解 但原住民學生認為 不應以偏概全 看到這樣的租屋資訊 也沒有意願承租了 就是有人住一住就沒有扶房租 就跑掉那大多數都是 大多數都是原住民 我們並沒有期望 我們只是在上面打說 不方便這樣 房東人也很好 選擇就是說他不去追求 而這樣公開在租屋網上 限制族群身份是否違法 律師表示 像性別工作平等法 雇主就不能以性別 來限制個人的工作權 不得有就業歧視 但臺灣目前並未有明確的法律規範 但租立房屋業者不得限制族群 因為房東在民法上 仍保有契約自由的權利 除非租屋資訊上 有明顯的侮辱或歧視的字眼 就牽涉到刑事責任了 那我今天在工作上面 法律是很明文的規定 就是說你不能用性別 作為一個差別待遇的 一個標準 在工作上面 所以你說原住民這個 作為一個限制的條件 能不能被認為說是違反法令 可能還有一點點落差 而在租屋網站上 明確表明拒絕原住民身份的租屋者 但看在原住民族的學生眼中 仍不是滋味 這次壓迫賽新北市採訪報導